中国女排近两年的表现让球迷们倍感失望 尤其是在蔡斌的领导下 球队未能达到预期水平 虽然球队基本延续了郎平时期的构建 但却未能挖掘新人 导致板凳深度不足成为困扰 近两年的成绩分析显示 中国女排在亚运会和世界女排联赛中 分别取得一次冠军和一次亚军 但这些成绩并未令人瞩目 亚运会的对手水平一般 而试联赛则更像是一场商业性质的比赛 难以真实反映球队实力 更令人担忧的是 在奥运预选赛中 球队竟然连续败给二流球队 小组赛更是三连败 无缘巴黎奥运直通名额 球队的现状也受到关注 构建基本延续郎平时期固然有优点 但未能及时引入新鲜血液 导致球队缺乏新的活力 同时 板凳深度不足的问题也愈发凸显 直接影响了球队整体实力 蔡斌在指挥层面也受到质疑 他未能建立合理的轮换制度 导致主力球员的体能过度消耗 伤病问题频发 这在长期比赛周期中 会对球队的表现造成负面影响 需要及时解决 面对这样的困境 有消息称 中国女排高层 可能在年后迎来一场大换血 虽然郎平被认为是理想的替代人选 但目前他更愿意享受退休生活 不太可能再次接手 这让人们对新高层的选择充满了期待 在这个关键时刻 朱婷的回归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焦点 作为中国女排的旗帜人物和超级主攻 朱婷曾因手腕伤病缺席东京奥运 但在一甲联赛的斯堪迪奇俱乐部表现卓越 他的手腕伤病逐渐好转 有望在巴黎奥运会时 成为中国女排的重要火力 关于朱婷的回归 一些球迷对他的重要性深有体会 他不仅是球队的得分支柱 更是一位领袖和榜样 尽管伤病曾使他缺席 但在一甲联赛中的表现显示 他已经逐渐恢复状态 这给中国女排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整体观点中部分球迷呼吁蔡婷下课 期待郎平复出 但现实可能让这一期望变得艰难 林郑换帅可能对球队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蔡婷可能会继续带领球队 完成巴黎奥运 此外朱婷的回归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变数 球迷期待在他的带领下 中国女排能够在巴黎奥运中取得好成绩 中国女排正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刻 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合理利用球队的实力 以及积极引入新的血液 或许是摆在高层面前的当务之急 巴黎奥运会将成为中国女排实力的最终检验 而朱婷的回归 则为球队注入了一股强大的信心 期待他在球场上继续闪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